那么邀钱柜奢愿会 这个我就挤我一个朋友已经往生了 我也不要讲他姓什么 反正是我的好朋友 我还没有师父以前认识他 后来也看他这样一路辉煌腾达 他从一个 一个很普通的里长做到变成国大代表 做到国大代表 然后他就是在过程里面 他就是这里面讲的就是邀钱柜奢愿会 每天就是在出入大饭店宴席 每天就是这样的这样的这样的 不断的跟这些钱柜来往交往 然后他也一直处心激励的培养他儿子接班 他儿子他儿子先他给他铸造机会 先到一个媒体去那边工作 有曝光的机会 结果他因为他在六十几岁就往生了 我认识他二十几年 他这二十几年从一个里长爬到变成 中央级的国大代表 是在那个时代的时候 他还认识那时候的最高当局 陪他们出去啊很有面子啊 这设宴会 邀钱柜啊 但是他过来到晚年的时候就不行了 我就比较少跟他接触了 他也听不进去了 因为身份地位都不一样了 那大家培养他儿子接班呢 就他儿子去显议员 结果闲闲闲呢 他儿子大概用不正确的方法 有去牵涉被人家讲会贤 会贤以后呢 人家就检级以后 检察官就侦办 侦办呢 他儿子就判刑 判刑他当然也要有官司缠身 那当晚年的时候呢 他也不知道说呢 能够呢 既行善啦 既得啦 他还去带离一个进口的 欧洲的这个红酒 好了 他又进了这个红酒以后 他当时他儿子显议员 被人家说说会贤呢 就是跟红酒有关 那个酒真的是害了他 你看设宴会也是酒 后来又去卖酒 那会贤呢也是酒 最后还是拜在酒里面 他最后往生的时候呢 才六十几岁欧雅 得罡癌死掉 每天啦 做宾室的时候 每天晚上节目排得满满的 一天绝对赶三湯以上的 从晚上六点开始喝 喝到晚上两三点还在喝 在健康的这里都会喝垮 这摄宴会啊 这个是我看过的故事里面呢 我是让我最感慨的 看他呢 我看他亲眼看他高楼起 又亲眼看他呢高楼趟 就是这个公案 所以这个祖先姑们讲摄宴会呢 摄宴会 这个邀钱柜呢 这个我想没有必要 我们学会人不需要这样